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我在做这个频道之前呢 我其实是有预期的 就是小粉红来攻击呢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呢 那些单纯辱骂的 或者是人身攻击的我的 我反而不觉得有什么 就是我有准备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领了任务啊 或者就是来发泄一下 或者就是单纯看不顺眼 我们这些讲实话的人 但是呢 有些他真的是那种义正言辞 然后一写好几百字 看起来还像模像样什么的 但是呢 仔细一看呢 又确实是鬼话连篇 我就会一头雾水 就是生气到不至于 但是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笑 因为这些人看似是真的坚信自己所说的东西 但他甚至都没有想过 他说的内容其实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就自己好好在看里面想一想 就会觉得很怪的 所以呢 就做这个频道以来呢 我闲的时候呢 偶尔会问自己几个问题 就是你说这些人他都能翻墙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脑回路就还是这样呢 就是人的脑子是怎么做到的 我呢 当然知道有这些人的存在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 他们都能够找到为中共说话的理由 他不愿意打破自己的一个固有认知 他宁愿去帮助这个中共的 而且费心费力 这个 偶心沥血的这个去骗自己 但是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 墙内当然是很正常了 这就让我想到啊 我之前在国内看到的一个关于这个切尔诺贝利的一个评论 说是如果没有苏联的话 当时不知道欧洲要死多少人 都是苏联大善 然后呢 拼尽全力才拯救了欧洲的人 结果这些欧洲人翻脸不认人 各种来抹黑苏联 我当时整个人都被那个设了定身术一样 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就还能这样想啊 就是就是还能这样去去去理解苏联政府 就切尔诺贝利到底是因为谁 哪个组织才爆炸的呀 因为太离谱了 所以以至于我久久不能忘怀 就一直寄到现在 当然这个言论是在墙内看到的 所以我就毫不意外 但是类似的言论我在墙外看到的话 我可能就会难崩一些 有些粉红说话呢 就是也不至于到如此无知的一个地步 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这一位呢 他可能就是比较奇葩了 就是以下内容我真的不是为了较真 因为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较真 我们就纯粹的呢来乐一乐 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类似评论的时候啊 就像我上面说的 我就很难绷得住不孝 就是但是我的心里 其实是没有什么负面的一些情绪的起伏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今天这一期节目呢 看作是七七八八talk频道 它随机调落的一个娱乐节目 今天呢就来细细的看 这位这个小粉红的一个评论啊 首先一开始呢 他还不止攻击了我 他直接开口就是 我真不明白这帮人 他直接就是扫兽 出国后成天埋态自己国家 这里我要说一下 就是首先呢埋态这个词 可能有些台湾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你就把它认为是抹黑就可以了 也就是造谣就可以了 像抹黑呢就是指这个某个人或者组织呢 没有做过某事 但是呢却硬扣在了这个某个人或者组织身上 非说他做了 第一呢就是我讲的都是事实吧 所以呢并不存在这个抹黑 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或者说我身边的人 或者说我有真实依据的一个 一个经历和感受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去埋态谁 或者哪个组织 而且我 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个中共也并不需要我去抹黑 因为它本身只会更可怕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中共做的 正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才更恨这个中共的所作所为 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国的话呢 你应该跟我一样才对 接下来呢就比较点了 就是中国再不好也是自己的父母 父母再不好你自己知道就可以 整天出去嚷嚷侮辱自己的父母 你就那么理直气壮吗 这一段啊其实我看了好几遍真的 因为我深深为这位朋友的这个逻辑所折服了 因为这个比喻呢就不是类比 就真的就是扒杆子打不着一撇 就第一国家是国家 执政党是执政党 看起来呢这位朋友应该是 到现在还是分不清楚国和党的 那么简单来说呢就像是中华民国 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对不对 那民进党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却不等同于中华民国对不对 他只是暂时由这个人民选举上去 代为管理中华民国 那么第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一个国家 对吧国家呢是一个想象共同体 所以呢他不是任何人的父母 他最多说是所有中国人的想象 那么只要大家之后想象不一致的话 或者说坍塌了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立刻不存在了 而父母呢是生养我的存在 一个众人想象的集合概念 他怎么会成为我的父母呢 第三中共呢是代为管理者 我虽然是身不由己啊 但是作为这个虽然是强制性的 但是我作为把这个权力过渡出去的人 我自然有资格去监督和指责他 这里还需要这个小明出个场 比如说小明他是一个公司的股东之一 他跟其他股东一起聘请了一位职业经理人 代为管理他们的公司 小明呢跟这位经理人无亲无故 说白了就是小明这些股东拿钱 这位经理人呢办事的纯粹的利益合作关系 现在呢这个经理人完全不听各位股东的意见 拿着股东的钱当自己的钱一样胡作非为 那么小明这些股东该怎么办 你别说说这个经理人两句了对不对 那肯定都是立刻开除掉 甚至还要求他赔偿 现在呢中共是反客为主 恶仆害主 这个主之一反倒是第三下次的要委屈求全 还要强迫其他的主也像他一样 你说说你这让我还怎么说呢 接着呢他又说说人无完人 国家也是一样 难道你的生父生母是完美的吗 他接下来那种都是跟上面是一个逻辑顺下来的 就是首先要国家是我的父母才能往下理对不对 本身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再好说的了 但是关于完不完美 我觉得还是可以聊一下 因为我之前的视频里呢有说过就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完美的对吧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完美的 更没有任何一个政权会是完美的 因为这些都是人组成的 而人呢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其实这个完美呢也是相对的吧 可以这样说 因为有些人他确实会在某些事上 或者某件事上去把这件事情做的比较的完美 但是一个人他一生有许许多多的身份 会做许许多多的事 尽善尽美就真的是异想天开了 所以呢对于一个国家的不完美 一个政权的不完美 我是欣然接受的 我来到美国 我并不是因为美国太完美了 是因为在我自己个人看来 我觉得他更适合而已 所以呢任何一个这个正常人呢 都不会去要求任何一个人去做到完美 但我们为什么需要法律呢 就是因为人不能饿的没有底线 也就是任何组织任何权力他都需要被关到笼子里 就是因为不能饿的没有底线 那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到底这个能和完美扯上什么关系呢 中国共产党 我现在要求的是不要是负分就行了 真的不过分吧 我哪里敢去要求这个中国共产党完美啊 然后呢就是然后他接下来又说啊说你生父生母再不好 你也不能出去乱骂乱侮辱吧 外国人骂可以也正常 但咱们国人侮辱自己父母 这为他的一整个逻辑就像我前面说的 他都建立在国家级父母或者说政党级父母这个概念之上 那大家都知道不是 所以其实整段都已经崩掉了 但他说的话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他这句说 外国人可以骂也正常 这个说法其实有点把我给整不会了 可以骂是当然 我觉得就是任何在民主社会的朋友都应该是感触非常深的 因为毕竟民主国家的公民天天对自己家的政府开炮 对吧 更不必说别人别国了 其次呢正常 这个就很奇怪了 因为为什么说外国人骂属于正常呢 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说 除了他自己国家以外都是他国政务 如果说不是因为有利益关系或者同盟关系或者竞争关系 人家根本不带理你的对不对 像台湾人他去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务 是因为跟自己息息相关啊对不对 但我呢可以明白这位的这个逻辑啊 因为这个粉红们呢 他们自己天天骂日本韩国美国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因为这个仇恨外国思想 是刻入他们的DNA的 而且他又被严重了洗脑了 所以就觉得除了中国以外就是 其他所有的国家只要不跟中国亲近的 对中国这个俯首称臣或者不友好的 全部都是敌对的 那么就是被严重洗脑了吗 那么自然会这个以己读人 想当然的就是认为 自己是怎么样 别人就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自然 他们甚至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 那么自己经常骂别人 那么自然就认为别人也会经常骂别人 对不对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好像是很普通的 人人都会做的一个事情一样 所以呢他不管有没有真的看到 或者是经常听到别国天天骂自己 因为自己天天骂别人 所以就默认别人也是在天天骂自己 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子想的他们 也就是说还是不需要见到事实 他们只是要觉得我觉得是 那么就是了 这个确实是上行下效的一个典范了 就是你说的都对 最后他说那作为人 基本人性都没有 你就不配做人 这句当然就是一个单纯的人身攻击了 但是呢这里我就想给一个概念 就是就算前面说的都是对的 我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阐述事实会变为没有人性的人 因为这一位他自己在里面说说父母再不好自己知道就好 看来他自己也是知道不好也是认可中共是不好的 那我们就退一万不讲 那我们就退一万不讲 希望有人能解救自己于水火 希望呢能想办法逃离这个原生家庭 这一位给我留言的朋友你会怎么做呢 我猜呀你一定是在网络上敲击键盘 在评论区义愤填膺化为这个正义战士 疯狂的去攻击这位发生的人的父母的其中之一 当然了也仅限于在网络上用键盘来生气 而说到这儿呢 首先很明确了中共不是中国 再加上不管是中国也好 中共也好 他都绝对不跟我存在什么父母关系 本该是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 但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一种 被害者和施害者的关系 可能呢还有人抱着这个父母关啊 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糟粕思想 如果真的你还真的拿出来 就是道德绑架的话呢 就在这个时代你不觉得有点太丢脸了吗 我站出来公开阐述中共的问题 其实被压抑太久是一个原因 我看着自己的国家被中共这样子祸祸成这样的 也是一个原因 怕台湾落入中共的魔掌 其实也是一个原因 因为台湾真的是 华人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民主社会了 民主国家啊 真的是独苗 而且其实只要台湾它还能保持民主 这样子下去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永远华人的一个希望啊 对不对 那么好了 就是以上呢都是附加节目内容 娱乐为主 我绝对没有要跟这位小粉红较真的意思 但是这个留言呢真的就像笑话一样 反正让我捧腹大笑了 所以就读乐乐呢不如众乐乐 就分享给大家